對,他本來叫我找謝金燕過來啦 對啦,就是翻譯的時候 他本來就找謝金燕過來 那個什麼,談內唱起來蠻不錯的這樣子 對啊,我跟你說其實我會去找那個 找一個更小的那個秀場來去談 因為你談他已經就是很大 然後其實他 我要找他的時候還有人跟我講說最好不要 不要去干擾他的生活 他很辛苦 怎麼樣等等的這件事情 那我想說 那我就想說也對啦,他很辛苦 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比他更辛苦的人 還有更辛苦更底層 好,來 講到謝金燕就有說 我雖然不是謝金燕 而且也沒有看那麼大咖 可是因為我也是 我是一個那個音樂工作者 所以你剛剛講到那個熱騰騰的小圓麵包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有感觸 就是我真的可以理解那種 他不只是熱騰騰的麵包 而是一種希望 所以其實 其實這樣我講完之後 你們可能就對舞台上的人會開始幻滅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舞台上的時候是另外一種形象 可是其實我們有時候不小心忘譜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想等一下要吃什麼 然後就會很快樂 然後就繼續演下去了 因為他真的是一種 真的是一種希望 而且他會讓自己的藝術的呈現的時候 是去想到一些美好的事物 而並不是去 好啦 事物跟食物也差不多嘛 所以 因為我們都希望是呈現的是最美好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也常常 我們也常常在吃冷便當 或者是來不及的時候是肚子餓 可是大家都知道觀眾 他其實他需要的是聽到好的美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能在那個時候 讓自己有一種動力 讓自己能夠發光 能夠讓自己快樂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並不是一種辛苦的感覺 雖然最後可能蹲在那台階是變的 是一種充滿希望 困苦卻充滿希望的感覺 其實要看要怎麼樣子去看 因為你講的部分 剛好跟Dolette 對 講的是一模一樣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欸我懂嗎 因為他 在 在 在 我們常常也是有時候來不及吃便當 然後我們常常在巡演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很多很多的內心戲 所以我覺得 你應該講說那個吧 吃了一個很油便當 然後在台上一面彈一面起來 然後拉肚子 我眼前也不能吃飽 可以啊 可以啊 可是 因為是在舞台上面 不是 在那個時候 你都必須保持微笑 可是我是覺得有 我覺得像 剛剛聽到這本書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 我們自己互相都會抱怨 很多很多的人生故事 可是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可能我們都比較會是用比較正面的方式說 互相鼓勵說 啊沒關係 還有人比你更慘 那 就是讓自己 可是因為從事藝術工作者的 敏銳度會更高 那我覺得 在國內可能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電視都是播那些藝人的 啊可能 就是 比較是渲染性的 所以說他們 啊辛酸史 可是 就是比較少有真的是那種文字工作者吧 我們這種比較貼切的這種事情 所以我剛剛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 欸過一百年其實還是差不多 哈哈 對 還是也沒有 沒有那個 大部分是沒有啦 就是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大部分就是 要為了理想 去 就是有一部分是為了錢做的 有一部分是為了理想做的 來這個事情 我們會交給那個楊佳瑜學生 他就 他做紀錄片的 他可以去把這個做一個題材 其實最近因為 我也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遇到不同的人 然後 剛好遇到就是 都是很非常熟名文化的 那所謂熟名文化就是跟我 比如說 做酒店的啦 做計程車的啦 計程車司機啦 然後像做秀場的啦 然後像那種不同的人 他們的人生其實 你會發現 他們的人生是沒有人紀錄的 你們一半是不要緊的 我們看到的東西 其實上是 是 都是螢光幕上面 就像 我很同意啦 就是說 我們要去創造一種心酸史 一種貧窮到成功的 那個過程的心酸 是可以被販賣的 對 可是有人是在 不斷的在那個貧窮跟心酸裡面 輪迴著 對 那就完全不一樣的 的東西 那 但是 他們的這種輪迴可能是 有時候是結構 是一種 整個大環境的結構 一個不公平的結構 那也有可能是 是一種自己所選擇 所形成的 然後也是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 所以大家 我覺得之後 會再找一些 比如說像 那個 神 神 神交流 如果找他來講的話 我再找一個社會學家 你就可以 可以一起來 看看說 像這種巡演的這個過程 比如說我們也可以找那種 談夜市的 然後像 有人在夜市 夜市也常常巡演 在不同的繞 在不同的地方 你去看他們的生活 其實他 他就是在我們旁邊 可是 我們沒有興趣 我們不要糟糕 就是我們對旁邊的人 的生活方式沒有興趣 可是我們去想像 一個 更遙遠的 更美好的 可是那個 那個美好的 想像呢 實際上是來自於外加 我們的想像的形成 一定是有些資訊來源 那資訊來源都是來自 除了媒體 除了媒體的東西 都已經是 包裝製造好的東西 那我會講這個部分也是 是 這會讓我們的想法 跟思考 都會趨於直滑 我們就沒辦法去忍受 差異 甚至會 會排斥跟這個東西 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 我覺得比較嚴重的是這個 那我們 呃 這些星期五 今天啊 我們就可能就是 呃 文俊你要不要再講 講一下 因為那位觀眾講的是 想到 這本書裡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章節 在講那個伴奏語 啊 第一期練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